世故厄难,如随历劫亦吃无来, 秘密妙言不入一日, 修无漏业,远离世间,增爱而苦。 世故是因为这个道理,故所以恶难, 你如随历劫,你虽然就经历过很多的结束, 很多的时间一直无来, 你啊,你能记忆,而啊, 诗诵如来,是佛啊, 是什么呢?秘密妙言, 怎么叫密呢?上面这个密字是口里说不出来的, 这叫个密,下面这个密字是心里想不到的, 心里不能想象的,就是不可揣测的, 也就是不可思议的,这种呢,就叫个密。 这个秘密,秘密就是彼此互不相知, 这叫秘密。 啊,为你说的法,我不知道,这叫秘密。 为我说的法,你不知道,这叫秘密。 一样的法,你听的就是这个道理, 他听的就是那个道理。 啊,你啊,有这个道理上就开悟了, 他有那种道理上啊,就开悟了。 一样的话,一样的理, 但是两个人听的,个人所见的不同, 这也叫秘密。 各得个人的利益,这叫秘密。 秘密妙言,这个妙啊,就是不可思议的。 这个言呢,就是佛所说的这个经典, 这个道理,啊,都是非常高贵,非常尊严。 啊,不可思议,非常尊严,是最有价值的,这个法。 啊,可是你能记得这么多的,这个经典,经教。 不如一日,你不如你一天,修无漏夜。 修这个无漏的法门,就啊,修这个没有烦恼,这个法。 没有妄想,这个法,无漏法。 这个无漏呢,前几天我讲过,啊,这个游漏。 游漏夜,无漏夜,这是无漏夜。 无漏夜就是修的,这个,到四国恶罗汉,四国恶罗汉, 这叫无漏了。啊,菩萨也叫无漏。啊,这就要把你所有的习气,毛病, 无明烦恼,都要断,断去你的贪嗔池。 那么,把这个漏,这一些的习气,毛病没有了,这就是无漏。 远离世间呢,你要远离开世间,真爱二苦。 这个世间人呢,以为,这个爱,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事。 啊,一件事了。所以,男女也相爱,父子也相爱。 哦,这个爱,你有这个爱,岂不知啊,这个爱就是个苦啊。 说,我知道这个爱别离苦,当然是苦了,就没有别离也是苦的,也是苦的。 啊,你讲这个爱,爱到极处啊,爱的反面就是增了,就是增我。 为什么生出的增悟呢?就因为这个爱。 为什么生出这个爱,也就因为这个增悟。 讲解这个父子夫妇的道理。 这都是啊,在前生的因果,前生的因,今生的结果。 有的夫妇间,相敬如宾,非常的和睦,互相尊重。 互相啊,有爱情。 在中国来讲,所谓举案齐眉。 怎么叫举案齐眉呢? 中国那时候,在古拉有一对夫妇啊,这个太太,给这个丈夫啊,拿来这个饭菜的时候,都举到头上。 举到眉毛着,这恭敬好像啊,就好像敬佛这么敬。 啊,那么,这个做丈夫的呢,对于太太,也非常的尊重。 啊,这叫相敬如宾。 两个人呢,就像朋友似的。 啊,互相啊,朋友。 没有这一种啊,这个,矫情啊,气情啊,瞻情啊。 啊,好像那个交似的,也粘到一起了,那种情形。 啊,互相啊,恭敬的。 你对我也很恭敬,我对你也很恭敬,在夫妇间。 不是说,哦,这个,做这一些个矫情,矫情啊,就是不理,不理智。 没有一种理智,没有智慧的一种行为。 啊,那个夫妇有有缘的,在前生啊,要有缘,今生啊,就和气,就非常的和睦。 啊,你对我也特别尊重。 我对你也特别尊重。 故乡啊,很尊重。 啊,你也防着。 那么,南方啊,就恐怕做了。 那么,这南方啊,就是做丈夫的。 一定要啊,不会做对不起太太的事情。 这个太太呢,也一定要保持绝对不做出来对不起丈夫的事情。 啊,这互相尊重,这是有缘。 有缘,怎么叫有缘呢? 就是啊,互相得到利益。 你对我也帮助过,我对你也帮助过。 那么,在今生呢,做夫妇,也是互相照顾。 啊,这个太太有病了,丈夫赶快就给她找医生。 啊,把这个太太病了,赶快医好了。 啊,丈夫要有了疲倦呢? 啊,这个太太也赶快给她。 啊,怎么样想发自啊? 安慰这个丈夫,要互相有缘。 有的呢,就是有冤的。 有冤的,也会转夫妇。 怎么样,有什么冤呢? 就是仇恨的那个怨。 仇怨。 啊,所以啊,所以有冤的也会转成夫妇。 就是在前生呢,或者你对我不好,我对你不好。 啊,就大家有一点怨恨。 啊,怨恨呢,所以今生就做了夫妇。 就做,这叫一对怨偶。 怨偶啊,啊,就你说什么话,我听着也不对耳。 啊,我说了什么话,你听着也不投机。 啊,这叫,有怨。 有怨呢,就变成了冤家。 冤家就是一天到晚都吵架。 啊,打架。 啊,做丈夫的就打太太。 太太就反抗,也就不是把这个丈夫的面给挠破了, 啊,再不就把他身上哪个地方就给抓破了。 啊,叫他出去见不得人。 啊,叫他不能去再见人去。 互相一天到晚呢,就吵架。 你说这是不是苦? 这就因为啊,一个爱,然后啊,就生出了个曾。 啊,这也叫爱到极点,就生出曾了。 所以这说,曾爱二苦。 这曾和爱是同样的苦啊。 所以不明白的人,一天到晚就讲爱。 爱什么?啊,爱来爱去就死了。 你说这个还,死了之后还去爱谁去。 啊,所以这个,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,就没有曾爱二苦了。 啊,你要不明白呢,就有这个曾爱二苦了。 所以我们修道要觉悟呢,觉悟就是明白。 你明白,你明白这个境界,就不被这个境界所转。 所以要远离这个世间,曾爱二苦。 啊,也不曾也不爱。 啊,那么这样子,就是中道。 啊,这个曾爱啊,两种不是苦。 好象啊,现在,这个摩登妾女。 这摩登妾女啊,徐悟隐喻。 在前生啊,她是做一个妓女的。 她做一个妓女。 这个妓女啊,她是眼欲心非常的重。 非常的,呃,大。 这个眼欲心。 可是眼欲心,虽然大。 由神咒力,由这个愣言咒啊,这一种的力量,消其爱欲。 把她这个爱欲啊,给消了。 啊,现在我们知道这念愣言咒的作用了吧。 这念愣言咒啊,就要消去每一个人的爱欲。 所以,那我以后,我不要念。 我不愿意消除我的爱欲。 我愿意保留我的爱欲。 保留,那也就随便。 啊,你欢喜保留,也没有人勉强不叫你保留。 啊,可是啊,这一种愣言咒啊,不但能消爱,而且还能增加你的神力,增加你的智慧。 这一种的力量啊,是不可思议的。 这个爱欲啊,是一种苦啊。 前面不是讲增爱而苦吗? 你不要以为爱就是好了。 啊,你看。 啊,好像某一个人,爱某一个人。 啊,爱不到。 啊,爱不到,就总心心念念的,念之在之的一天到晚。 所谓啊,饭吃饭也没有味了,睡也睡不着了。 一天到晚就想啊,追求这个对方的所爱,追求所爱。 结果呢,也追求不到,不能啊,得丑。 那么结果啊,啊,想来想去,总也不停止。 这岂不是苦呢? 爱是个苦啊,你不要以为是爱是个好的东西。 啊,法中金明啊,在这个佛法里面,现在它的名字呢,就叫性子。 性比丘尼。 怎么叫性比丘尼呢? 他明白自性了。 明白自性了。 因为佛语给他说法,他当时就证到三国。 俄罗汉上。 啊,本来出国二国三国,才证到三国。 他没有经历啊,就三,出国二国三国一起证,同时证到三国。 啊,所以啊,他就因为啊,看破了。 把这个爱欲啊,看空了。 啊,所以呢,就是同时证到。 这个恶男呢,想在,还在这个一国这儿停留着呢。 啊,你看他这个五百年前,这个太太正在三国了。 啊,把他追过去了。 。 欲罗侯母,耶稣陀罗,从物许因,知利是因。 贪爱为苦,一念熏羞,无漏也善故。 啊,亏得出禅,亏蒙寿迹,如何自其赏流观听。 欲罗侯母,这罗侯罗啊,是佛的一个儿子。 释迦牟尼佛的儿子。 可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儿子啊,很奇怪。 并不是啊,有眼欲生出的。 啊,怎么样生出来的呢? 因为释迦牟尼佛啊,17岁就结婚了。 19岁就出家了。 虽然结婚。 但是,可没有男女, 出父这个问题。 没有这个问题。 那么,等佛出家之后,成佛了这个罗侯罗的母亲耶稣陀罗。 还要和佛要儿子。 要儿子。 那么这个佛呢,就用手指头这么一指,指辅成愿。 那么一指,他这个肚子,肚子里就有个小孩子。 说起来这是神话。 实际上呢,在佛经上都是这样说。 究竟你要追究说是,他一直怎么就有了怨蓝? 这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警戒。 罗侯罗,他这个罗侯罗是凡语翻过来的,叫扶杖。 叫扶杖,怎么叫扶杖呢? 因为啊,这罗侯罗在他母亲肚子里边住了六年。 住了六年,六年才脱上。 为什么罗侯罗在他母亲肚子里边住了六年呢? 这也许是的因果。 因为啊,这个罗侯罗在前生啊,把那个老鼠的洞啊,给堵了六天。 那个老鼠洞啊,他给堵上了,堵了六天。 那么这个老鼠啊,才把这个洞又磕开。 又倒出了另外一个洞,出去了。 所以呢,他受这果报,就在他母亲的府里。 做小孩没有出胎呢,在母亲肚子里住了六年。 这受他把这个老鼠的洞给堵上了,这种的果报。 。 所以叫福账。 福啊,就是这个,这个,天福地载那个福。 这个,账呢,就是业账的账。 因为啊,他有这个服务呢,就是盖着。 有这个业账来盖着他。 所以六年呢,才降生,就是佛的儿子,叫罗侯罗。 母,那么罗侯罗的母亲,叫耶稣托罗。 啊,耶稣托罗啊,呃。 叫这个,翻译成中文叫明成。 因为啊,说他这个名字最好了。 啊,他这个,一般人呢,都很承赞。 说是,他是在女子里边的,一个最好的一个女子。 啊,同物许因。 同物啊,就是这个摩当妾女,也开悟。 耶稣托罗比丘尼呢,也开悟。 悟什么呢?悟许因呢? 这许啊,就是前生。 前生的因,啊,知道前生啊,是个做什么的。 啊,知道前有许,有许命通,得了许命通。 知利是因。 知道啊,不丹前生。 知道啊,无量节以来生生世世的,这种的因果。 啊,这个生生世世的,为什么没有角悟呢? 啊,就因为啊,这个贪爱微苦。 就有这个贪爱两字。 啊,摩当妾呢,在前生做个祭。 这个耶稣托罗比丘尼呢,他要爱与心也重。 所以啊,佛修行啊,啊,他已经要成佛了。 他还要和佛去结婚。 啊,还要去啊,和佛要儿子。 你说这个爱心重不重。 啊,所以啊,耶稣托罗比丘尼啊, 也是啊,和普通的语言一样。 如这个爱与心。 一念熏修啊。 在这一念的灰光的时候, 就一念的角悟,一念的明白了。 一念灰光熏修。 啊,由这个熏呢。 这个熏,啊,今天白天日间呢。 讲这个熏形。 熏呢,怎么叫熏? 我们现在大家到一起在研究楞严经, 这就叫熏。 就好像用这个烟来熏似的, 用这个香烟来熏似的。 我们在用什么呢? 用这个法的烟来熏。 啊,研究楞严经,熏来熏去。 熏的你每一个人呢,啊,都有一点的, 懂一点佛法。 啊,这叫熏修。 现在在这, 我们现在这就是熏呢。 无漏善物。 熏什么呢? 熏这个无漏善, 要修啊,这个无漏的法。 好,不要再走这个生死的路, 要啊,啊,要回头,啊,要转身。 熏啊,这无漏的善。 无漏的善呢,这种善呢,是究竟的善。 回得,出禅。 回呀,回得呀,就得到这个出禅了。 禅呢,也就是这个爱欲,禅饶着,不得摆脱。 啊,你要是现在我们听经的人呢, 就听这个出禅两个字, 要是有许根的,就应该开悟咯。 哦,应该,哦,我现在怎么还在这个禅里边,禅着呢? 啊,应该就明白了。 回蒙受祭,回得呀,蒙佛受祭, 说你什么时候就做佛了? 如何自欺? 你现在为什么还自己欺自己呢? 啊,自己欺骗自己,啊,上流观听。 你还留这种的,啊,观,听,留这种的,生辰和这个,啊,灾尘。 还遭住到这个,生辰,灾尘。 遭住到这个,像上。 啊,你为什么还不把它去掉了呢? 你还留着。 是点了。 对,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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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感谢观看